为了后世而做打算的人们 无论是男女老幼啊 高艾胖瘦 我们都可以称他为师父 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虽然呢有些人啊 表面上看起来 五大三粗 顶天立地 甚至呢就阻止多谋啊 百战不死啊 但是呢 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的 不是我们所重视的 因为这些都并不重要 关键是要看他们的追求 或者思想的水平 所以呢 师父的堪能指的是心胸 精神上的一种包容性 远见和境界 一种心灵上的能力 那从反面来说的话呢 那些不为来世打算 只图今生安乐的人啊 就算不上是是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只是追求 这辈子的生死苦乐 那动物也差不到哪里去 有些时候呢 可能比我们还做得更好 说到这儿呢 说明了国家的实力 而且呢 一般的国王啊 都会在比较特殊的场合 起着大响出息 有一种特别威风霸气的感觉 有一次呢 菩提加耶就有这样的一场盛会 来了很多这个国王啊 纷纷的骑着自己的大象 历临现场 各个的神器十足 而且每头大象呢 也都穿襟带衣 各个华冠 立府 彼此之间呢 也都在暗自较量 看看谁更健壮 谁更漂亮 类似呢 就大象的玄美比赛一样 在盛会开始的第一天的时候呢 有一位年轻的国王 骑着自己的一头 也比较年轻的大象 得到了全场的喜爱和贺彩 可是呢 就谁知道 到了第二天 却被一位年长的国王 骑着一头年纪比较大的大象 强占了风头 于是呢 那只年轻的大象啊 就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除心积虑地晒干自己的象脚 尤其是脚尖的部分 直到晒得坚硬无比 然后呢 就趁着那只老象睡着的这个功夫啊 一脚 一脚 踢断了他的肋骨 让他从此就一鸣 一鸣呜呼了 这是九五姐讲给我们的一个真实故事 由此可以看到啊 追鸣 追鸣主 主力 实在不是什么 人类的特征 虚荣心 功利心 不仅人有 动物也有 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啊 一看到这些名人啊 明星啊 就觉得他们肯定高人一等 甚至呢 连他们自己 可能也会有一种 有种这种自明不凡的感觉 但是呢 实际上这些东西呢 对后世来说 并没有什么作用或者帮助 而且很多时候呢 还有啊 还有这种 适得其反的效果 比如说呢 那些为了今生名利造业 然后呢 危害到来世前途的例子 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总之呢 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 为了名利而 无所不作 这样的一种心态 人和动物都有 假如啊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 那似乎跟动物 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了 所以呢 今生的名利 不应该成为人生的追求 这是我们平日里 都值得去 好好的反思的一个问题 动物 动物呢 不仅仅是 追名 这种 追求名利 而且也像人一样 会想出千方百计 不惜一切的去保护自己家园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据说呢 这个乌鸦和喜鹊 他们两个一直都是 事不良力 曾经在藏地 有一只乌鸦 经常去一窝喜鹊家的这个鸟巢 捣乱 后来呢 这家喜鹊的这个大家长 也就是这个小喜鹊的爸爸妈妈 在人无可人的这种情况之下呢 飞去了很远的地方 从四面八方召集了很多喜鹊 来合力围攻 欺负他们家的那只乌鸦的老虫啊 然后呢 最后呢 这个居然 那一窝乌鸦 全被这些喜鹊赶走了 所以说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也好 领土也好 动物也是 可以非常有计划 有组织的行动 这也算不上是人类的专长 在动物的世界里面啊 不仅有这种团战的 那自然也有这种单打独斗的 而且还有勇有谋 比如说 以前在康区 就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有一对秃鸦 刚刚生了一窝 这个小秃鸦 然后呢 不久呢 其中一只小秃鸦呢 被一条蛇给 叼走 吃掉 从此以后呢 这个大秃鸦呢 怀恨在心 彻夜难免 于是呢 有一天呢 他叼着一只小鸟 来到这条蛇的这个洞口 这条蛇呢 一看到这小鸟 就马上就从洞里 钻了出来 就在他 把这个 他的那个头啊 伸出洞口的一刹那 大突揪呢 一口咬住了他的 喉咙上面 一见封 封后 所以说呢 这种耿耿于怀 念念不忘的这种心情 还有呢 能够这种 引蛇出洞的战略计谋 包括 这种 有仇必报的气感 看起来呢 跟人相比 相比啊 动物也 做得差不多 差不多到那里去 所以说呢 就是如果觉得这种 报仇学恨 血债血偿 这样的一种行为啊 就是很爷们的这种表现 很有大上福的豪气 那动物也可以啊 所以呢 我们也不能把这种 性格当作 似乎的衡量标准 还有一个关于这个乌鸦的小故事 从前呢 在藏地啊 有一窝乌鸦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还有爸爸妈妈 还有很多好几只小乌鸦 有一天呢 一头猫头鹰 叼走了 其中的一只 小乌鸦 把他的这个心脏呢 就挖了出来之后呢 随便扔在了一处 干涸的河岸上 拍拍翅膀就飞走了 然而呢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了整整一年之后 在第二年的同月同日 同一个地方 那乌鸦里的一只大乌鸦 就把那只杀手猫头鹰的孩子 也就是一只小猫头鹰 带到了同一个地方 在那个干涸的这个河岸上 并且呢 用同样的方式 把他的心脏挖出来之后呢 扔在那儿 然后就拍拍翅膀就飞走了 这就是所谓的一命底一命 抱沙子之仇 所以说呢 平常呢 我们认为的这种 以牙缓牙 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的这种方式 其实在动物身上 都有所体现出来 算不上是人类的专场 再也谈不上什么 大丈夫或者师父的 更谈不上什么 大丈夫或者师父的这个特质 除了这些勇气 谋略上 很多动物不输给人类 包括在收藏和经营方面 动物界也有不少可塑制裁 比方说在藏地啊 就有一种小动物 叫做四川田鼠 有点像是迷你版的这个土拨鼠 他们呢 通常都会在地底下挖个洞 然后生活在土里面 有些人可能知道啊 藏族人经常会吃一种食物 叫做人生果 大虾呢 跟花生差不多 味道呢 有点像红薯 学名叫做 绝马 是一种植物的根 也长在土里面 平常呢 人们去挖这些人生果的时候呢 要挖很久 挖很多 挖很多出来 才能挑到一些 个头比较大的 饱满的 但是呢 这些小田鼠们呢 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小洞穴里面 就整整齐齐的堆满了人生果 而且呢 各个都是又大又远 还是最甜的那种 他们收集了很多的人生果 主要是为了留到过冬的时候吃 要是换作我们人去挖的话呢 想要挖到这么多高品质的人生果 那要挖很久很久 才能弄到这么多 所以呢 说到这个收藏 动物界也有我们比不了的佼佼者 说到这个小田鼠啊 随便讲一个体外的小故事啊 也是记载在这个藏文的古书里面 这些小田鼠啊 也有人说是老鼠 但是无论怎么样啊 他们不仅是收集上等的这种人生果之外呢 而且还特别喜欢这种金银珠宝 以前据说很多天珠也是啊 从他们的这个洞穴附近找到的 以前有个藏族人啊 在一个小田鼠的这个洞里面 发现了一棵特别好的 特别大的绿松石 于是呢 这个人就偷偷把它拿走 后来呢 过了几天呢 再回来看这个田鼠洞的时候 就发现那只收藏绿松石的小田鼠啊 用一根小草勒死了自己 失衡洞口 所以说呢 小动物也有喜爱收藏的这种心情 而且也有爱不释手的这种情况 以后呢 我们对这个小动物的时候呢 要像对人一样 不要觉得他们一无所知 或者说是处处不如人 其实呢 很多事情他们都明白 唯独不会说人话 所以呢 我们应该就是带着同理心 同情心 和这些动物们相处 去关爱他们 如果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这种立场去看问题 换位思考 那可能我们的这个世界观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而且最重要的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心也会因此变得比较柔软 善良 更接近这种佛法 更接近这种佛法引导我们去变成的那个样子 好了 一口气呢 就是讲了好多个小故事啊 总而言之呢 重点就是说 很多平常生活当中 我们觉得很厉害 很无底的这种胆势或者气度 那都不是什么我们所讲的这种大丈夫的标准 这里说的这个大丈夫或者士夫 指的是一种心灵上的能力 在这个登论这里呢 尤其指的就是那些修行者 所谓修行者就是已经彻底放下了今生 一切都是为了后事而做 打算的这些修行者 那么今天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士夫 或者这个大丈夫的这种概念啊 下堂课呢 也就是明天呢 我们就会具体的讲一讲 到底什么是三士夫 他们各自的定义就是又是什么 差别在哪里 然后呢 他们三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样子 我们明天再谈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几天少喂他食物 饿着肚子 看他还有力气发脾气吗 没错 用不了几天 他就会乖乖的 说完 便和妻子走回屋子 吹风依旧在那里叫着 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他累了之后便立在那里 脑海里浮现出小冬 在为自己梳理棕毛时的情景 想到这里 泪水便流了出来 转眼间几天过去了 追风已经没有力气 在做挣扎了 只能无奈地妥协 成为了一批活道具 嗯 好 笑一笑 一位接一位的游客 在追风身上拍着照 而追风则麻木地站在那里 就像个道具一样 大叔一下下按着快门 而追风的脑海里 却浮现出自己曾经载着骑兵小冬的情景 大叔 这匹马让你训得可真听话呀 当然了 我要是去部队里训军马 绝对比他们厉害 脾气再坏的马到了我手里 也得乖乖听话 这匹马是听话了 可你没发现 他身上的灵气也都没有了吗 我只需要他听话 要灵气干嘛 全眼间一年过去了 大叔认为追风已经被他训成了活道具 不会再渴望奔跑 于是便撤掉了他脚上的铁链 果然 没有了铁链束缚的追风也不再乱动 正宗军马 帅气照相 小朋友来照一张 只要五元哦 妈妈妈妈 我想骑马照相 这匹马是挺漂亮啊 不过你这么小 骑马太危险了 你放心好了 我这匹马特别听话 绝对不会乱动的 它就像一个道具 这样啊 如果它很听话的话 那就照一张吧 好的 来小朋友 我把你抱到马上 那里怎么那么多人 我们过去看看吧 你看那个牌子 正宗军马 这里竟然还有军马呢 我不要急马了 不要急马了 宝贝 不要害怕 妈妈在这里呢 你不是说 它很听话吗 这也叫听话 你这个家伙 到底要干什么 那里怎么了 好熟悉的声音 难道是他 是谁啊 我想应该是我的战友 追风的眼睛 虽然看不见了 但听觉却异常灵敏 正因为他听到了 以前主人的声音 才会显得那样激动 追风 真的是你啊 追风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 你怎么认识他呀 退伍之前 我是一位骑兵 而他就是我的战马 老板 这匹马 你能卖给我吗 嗯 我也看出来了 这匹马 我是留不住了 这么说 你愿意卖给我了 是啊 我从来没看到 他像今天这样高兴的 追风 以后你不用受苦了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马慧因为失去同伴和朋友 而悲伤 无论是人类还是同类 追风和骑兵之前 是朝夕相处的战友 情感更是心系彼此 念念不忘 因为骑兵曾经对他付出真爱 而追风也能感念在心 这段情谊 在因缘际会下 再续前缘 心心相应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1.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2.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结 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3.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4.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生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八戒离狱求出离 莫发慈悲方便门 众等发心求禁戒 众植出世解脱种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八关灾戒 即药食金祈福法会 恭请上果下词法师 传授及原通寺生团领动 日期11月2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始 下午攻读药食经祭佛法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 9319 03989 9319 03989 8686 03989 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药师宝灿除罪账 放生辅寿广增言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礼拜药师宝灿 即佛前大贡 附身祈福法会 恭请上广下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群 共同领众 日期11月12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 9319 03989 9319 03989 8686 03989 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佛学尝试 生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出家人的鞋子上 有六个洞 为什么出家人鞋子上 要有洞呢 是为了比较凉爽吗 还是为了透气呢 都不是 出家人的鞋子上要有洞 代表低头 看得破 我们头一低 看到有鞋子上有洞 但是做人处事何尝不是如此呢 要学着谦卑低头 而且呢 看破 就是说出家人的鞋子 有它的法义 让我们能够学着低头 学着看破 那进一步 六个洞 代表六波罗命 为什么不是坐在衣服上 而要坐在鞋子上 代表 六波罗命的修行 是要用脚去实践它 是要去实行它 所以出家人的鞋子 我们一看到六个洞 就要反省自己 我们有没有在力行 在实践六波罗命呢 我们有没有 慢慢的透过六波罗命 而迈向成佛之道 这就是生死的代表意义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咒读一切生命 是终生你苦的难 若是佛法